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来 我们继续来研习道德经34章 这一章还有32章都很重要 里面透露出道是什么 道与我们生命有何密切关系 我们生命的源头在哪里 大家要清楚地了解出来 而这个不是抽象的 都是具体可看 可以求真求证的 所以不要盲信迷信 我们要客观地去求真求证 也不要不去求真求证 然后用你过去的观念去否定 这样的话 你的人生格局都会一直 局限在很小的世界 所以真的我们要打开心胸度量 打开格局 客观地来探讨 来求真求证 至于道是什么 这个含义很深 我们现在请大家再把这一段 从这里开始 我们延续下来 好 起 万物实质而生而不死 功成而不有 一样万物而不为主 一切万物都要一套道 才能生存生长 而道养育万物 从不辞辛劳 功成也不居功 不占为己有 道长养万物 但不长工 不足才万物 所以大家好好去体会 真正的道是什么 如果我们用迷信 我们就很容易误解 真正的道 它是演化一切的万有 包括所有生灵 都是从这个道演化出来 它的特征特性是怎么样 我们要很客观地去理解 所以至于道是什么 道长得像什么样子 创作这个的请举手 我们青岛生态村的家人 他们所创作出来的 你看它用现成的那些蔬菜 来组合出来 因为他们实际体会道 然后实际从自然农法里面去体会 道的化育 长养万物 结果就创造这个艺术的道出来 很漂亮 然后他一样跟大家来分享 道是什么 道你看它是这样 万物视之而生而不词 你看这些道迷 是不是都是道天地父母在养育 是不是 这个不是迷信 很多人认为这个没什么 这个没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地忽略掉的 所以你没有深入去体会 你就看不到真正的宇宙真理 看不到道的奥妙 我们从这样的秧苗 然后它逐渐地长大 长大到可以收成 整个都是道在化育 各种龙作物 五谷 杂粮 全部都是 什么叫做万物视之而生而不词 功成而不由 依养万物而不为主 希望大家好去体会 道就是这样 在化育万物 给我们食物 给我们风衣 祖使 但是从来不居功 就像伟大的母亲 养育我们 但是没有跟我们邀功 天地父母 在养育所有的动物 植物 包括人类 大家要好好去体会出来 不要以为那个是什么算命的 那是道家的 不要把它这样的区隔开来 我们要去看到 一张八卦图 它就在告诉我们 所有的生灵 所有的万物 所有的生命 都是天地在化育 这个八卦里面 你看 钱就是代表天 坤就是地 其他的 大家都可以 以此类推 看出来 八卦图 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 就是 整个大自然 在化育的 而大自然 也同样都是来自于道 所以 希望大家 要有深度的去看 原来这里面 是很奥妙 很深的 如果你读不懂 看不懂 那你就好好的 深入研洗 道德经妙节 好深入研洗 道德经妙节 然后有理论基础了 然后再实际去做 实际从自然 农法里面 去体悟 去体验 你就会看到 我们种个小种子下去 它就会开花 我们种个小苗下去 它就会长大 结出累累的果实 然后你去体验 我们加入的因缘 有多少 从种子到开花结果 这之间的过程 我们奉献付出的 比例股份有多少 然后去算一下 大自然的比例股份 有多少 你就可以去体会到 原来绝大的功劳 都是大自然在化育 当我们有收成 我们品尝大自然 给我们那种醍醐味 你才会知道 这个不是用人工刻意去 什么用农药 或是改造什么 改造什么 违背自然的法则的话 你用出来的农产品 它只有形状 它那个质 没有了 它那个芬芳 体肤味 没有了 如果我们用 自然农法的去耕种 你会品尝到 荣作物 它的芳香 它的原味 它的体肤味 当我们奉献付出 当我们心情的去耕种 你看看 大自然就会 给我们很多的果实 所以大家 从中去体悟 什么叫做 天地父母 在养育万物 养育所有的子女 这个 不需要盲信 不需要迷信 你客观的 用心灵去体会 你就体会得到 当你真正体会到之后 你就会 内心处处充满的感恩 有的它是很认真 很由衷的在感恩 有的感恩的 还比较虚假一点 因为它以前 体会不到 还不习惯 没关系 它慢慢的 慢慢的 就会习惯 而且真正它 越体会越深之后 后面的那个感恩 它就自然 由衷的感恩 以前看到别人 在感恩 它在旁边笑 等到有一天 它体会到了 它就知道 原来我们以前 是多么的忘恩负义 不知恩 你真正体会到之后 你就自然 我们能够有风衣足使 我们有这么好的面粉 可以来做面包 你要进一步去了解 去探讨 是怎么来的 是什么在化育 不要光只是看到 人类很行 人类在耕种 当然我们不否定 人类的奉献付出 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 深入去探讨 这些面粉 是怎么来的 我们所吃的米 面 是怎么来的 不要只看到 因为我们奉献付出 我们人有耕耘 我们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你只看到 农民的奉献付出 而没有看到 天地父母在化育的话 那我们看到的 都是很片段的 很肤浅的层次 我们要去看到整体 看到完整 我们播种种子下去之后 从它的茂芽 然后慢慢的成长 开花 结果 大家要好好去体会 是什么在化育 都是天地父母在化育 而这个化育的过程 有没有跟我们炫耀 有没有跟我们鞠躬 没有 三十四章就是在告诉我们 这就是天地父母 他在养育万物 化育万物 但是从来不鞠躬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深入去体会 你才会重新来认识 哇 大自然这么奥妙 对我们生命这么重要 当你能够深入去看到 你就会看到 哇 以前只看到这个没什么没什么 当你用心灵去看 你就会看到 哇 天空怎么样 有一条飞龙 而水中 也有一条 蛟龙 有没有看到 空中水中都有 所以希望大家去体会 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那个源头都是来自于天地父母的话语 当我们有五股丰收 你就会体会到原来这都是天地父母最大的工程 他是我们最大的工程 都在一直默默在化育养育我们 但是我们以前 习以为常忽略 觉得这个没什么 这个没什么 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而看不到 眼前这一切都在养育我们 都在呵护我们 这是前几天 我们这边的夕阳 很壮观 这是前几天的日出 这是让大家看到 太阳每天对我们的奉献付出 给我们能量 给我们光明 有没有看到 光芒万丈 你看哦 真的哦 光芒万丈 大家好好去体会 没有太阳 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存在 没有太阳的能量 我们的生命就活不了 万物植物长不了 所以不要以为那个没什么 就是你认为没什么 那里面蕴藏很深的真理实相 所以要改变我们那些走马看花的这种心态 要用心灵来感受 深入去观察 你才会看到 原来 哇 大自然处处都在 给我们能量 给我们光明 给我们动力 有没有看到 那种光芒万丈 还有太阳不断的 给我们很多的能量 有没有看到 有 真的 前几个小时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也不是阴天 也不要认为它是坏天气 不是这样 每个阶段都有它的奥妙 前面的几个小时 看到那种光芒万丈的情况 然后后面几个小时 哇 天气非常的晴朗 然后大自然 天地 父母给我们 远远不绝的爱跟能量 所以大家好好去体会 万物成长的整个过程 人类的功劳 顶多占个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其他百分之九十几 都是天地父母在化育 所以大家好好去体会 什么叫做万物适之而生 而不辞 从这里大家再朗诵下来 起 万物适之而生而不辞 功成而不有 一样万物而不为主 常无欲 可名欲小 万物归言而不为主 可名为大 以其众不知为大 不能成其大 道所呈现没有遗憾 不证明国力 只是默默化欲万物 就像个无名小族 然而万物却都有道所化欲 又回归于道 而道却没有傲慢之心 没有主宰欲 此种德行实在太伟大了 道实际流入主伟大的德行 但却不自以为伟大 没有慈好欲慢之心 如此更呈现出道 是多么的欲慢伟大 大家好去体会 你好好的去提到悟道 你的生命绝对不会消极 绝对不会悲观 不要以为老子所讲 那个无为 那个储下柔软 这样好像我们这样 生命就不容易发挥出来 生命就会活得 好像没什么意义 绝对不是这样 而是要我们 不要绰号生命 不要浪费生命 要把生命用在 真正让我们自己成长 让我们生命能够发挥出来 带给这个世间 更多的正能量 带给世间更多的光明 而我们在生命 在奉献服务回馈 这个过程 我们都没有傲慢之心 没有鞠躬之心 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 你看你所做的 就是真正在鞠躬累得 那你鞠躬累得 自然的 你一定会越来越快乐 越安心自在 你所呈现出来的 就渐渐来到 与道合一 所以这个就是 道德经希望我们学到的 高等的心灵 生命品质 就像道 化育这么多的食物 让我们来品尝 让我们来能够吃得饱 穿得软 但是却从来不鞠躬 不炫耀 这个大家好好去体会 就好像我们奉献付出 我们做出了很多的功劳出来 但是你能不鞠躬吗 能够不炫耀吗 如果你有鞠躬之心 有鞠躬之心 你的功劳就很快被你的鞠躬之心 把它抵消掉了 如果你能够来到真的不鞠躬 不炫耀 就是认为那就是很自然的 就是奉献付出 你能够这样的话 那你的生命就会来到 与道相同 你的生命就能够真正不管到哪里 都是在利益众生 都是带给世界温馨 祥和和平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 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 我们要饮水思源 然后进一步去体会道的特征特性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来到所谓的体道悟道 而做出道的特征特性出来 体道悟道行道 而这方面在我们日常的 食衣住行里面 你从任何的角度 你都可以去找寻它的源头 是怎么来的 不要只是停留在人类的这个层次 要进一步去探讨 最后你一定会找寻到 都是来自于道 34章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现在来研洗《道德经》32章 为什么要把34章研洗完 再来看32章 前面34章讲解过之后 大家就能够比较清楚地体会 道所呈现出来的特征特性 当你了解道是什么 它呈现出来特征特性之后 你来看32章 你就可以体会到 什么叫做道长无名 谱 这个含义是很深的 这里面都有在启示我们 我们要见弦时起 要学的是什么 所以这一章含义一样很深 请大家一起来掌声一遍 起 第三十二章 顺天之大 风调雨顺 道长无名乎 虽下天下莫能成业 侯王若能守之 万物将自兵 天地相得 以将干入 以莫指令而赐君 使之有名 名义既有 福亦将自止 自止何以不待 祈祷之在天下 游川谷之与江海 第三十二章 白话解释 道典化一切万有 但不居功 不证明 所以就像个无名小族 恨不俗 也像个仆人 虽然像个默默无闻的小族 但天下没有任何人 能定过道 而让道成城 国家道成领导人 若能守住道德 可真可信 借以神作者行道 百姓为奇而笑话 世风日渐改善 过去的社会 自然逐渐恢复秩序 世风相得 万物被尊重与爱物 自然自动各归其位 所以天地相得 所以天地相得 风表与顺 时当时机 自然为苦将拌入 自然万物 世人不需命令 也不需特意欺求 只要民心相得 天地自然呈现 风表与顺 风表与顺 自然无辜丰臭 国贷兵安 小八十地 默默地争议奋斗 有一天为功成名就 当民旗践踏的时候 要懂得支持 内敛 何况同臣 学习道 无明乎的德行 如能支持内敛 就可避免招待灾祸 我们要学习道的 特征特性 善意万物而不争 如同川普与江海 其心不产 白川自然回归 又将所回归之源 吾示天下 润物无声 你看哦 道德经 它就是充满这么高的能量 充满这么高的智慧 这种格局 不是一般世间法在教你 你怎么样练就自我 强化自我 怎么样去冲 怎么样去抢 去争赢别人 不是那一种层次 所能够到的 你用世间法 那一种所谓的成功术 然后只为自己 不顾别人 去争 去抢 往往你得到了部分 但你会失去更多 失去更多 而老子希望我们就是来到 你要人生真正的成功 记得 我们是要来到 跟天地看起学习 学习那种高智慧 学习把心胸度量打开 学习把自我淡化 道藏无名仆 这句话含义很深 你如果从文字上面去 译文解字理解的话 你没办法真正了解 他的真正的深意的 你会解释 但是你没办法真正的了解 而大自然 处处都在呈现 道他是这样 不争功 不争名 他是个无名小卒 在奉献付出 很朴素 没有虚伪 没有福法 没有那些不切实际的 爱慕虚荣 没有 都是很真实 是个真正的真人 很朴素 很实实在在的 在利益众生 那你要怎么去看呢 因为这个道很奥妙 你要真正去找到这个道 去体会这个道 你必须要在大自然里面 去深刻的去体会 而更具体的就是 从容作物里面 大自然在化育 各种的食物 五谷给我们 天地 太阳 虚空 还有地球 天地父母 默默的在化育 而在这个过程 都是 无声无息的 润物无声 无声无息的 在进行 绝对不是不做 都有在做 但从来不炫耀 不鞠躬 为什么很多人 不觉得他的重要 不觉得他的存在 因为道不鞠躬不炫耀 你没有用心灵去感受的话 你就觉得 那个没什么 那事实上 是因为我们看得很肤浅 看得很局限 很片段 所以我们需要静下来 深入去看 你才会体会到 哇 什么叫做道 他是常常 处在 别人不知不觉的 情况之下 在利益一切众生 在做幕后的工作 没有要 我一定要出什么名 我一定要有什么功 都是这样默默的 在奉献付出 这两章 请大家一起 朗诵一遍 起 道常无名古 虽小 天下莫能成业 道别化一切万有 但不拘公 不证明 所以就像个无名小族 恨不素 也像个仆人 虽然像个默默无闻的小族 但天下没有任何人能听过道 而让道成臣 大家好去体会 是无名 又是一个很朴素的 因为众生都忽略了他的存在 好像他的存在 没有什么重要 一般人觉得那个没什么 你看很多人 他就觉得那个没什么 没什么 你心目中的重要的人物 心目中的伟人 从来很少人把道列进去 那是因为我们 都没有真正看出道的浩瀚伟大 所以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他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虽小 那是因为一般人认不出他 不觉得他很重要 在你生命中 你列出对你生命很重要的各种元素 我们会列出父母亲 妻儿子女 财产 金银财宝 权势 荣华富贵 名牌 交车 你会列出这些 很少人会认出道 对我们生命 比你前面所列的都更重要 所以他在一般人心目中 就好像不是很重要 因为你没有认出来 所以他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很小的分量 但他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元素 天下莫能成也 虽然道他是这样的默默无闻 然后一般人忽略他 甚至瞧不起他 否定他 但是 天下 没有人能够让道 来 臣服 也就是 没有人能够赢过道 不管你修行境界 再高 再厉害 什么大成就者 什么成佛 非天赚地 神通广大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赢过道 因为所有的人事物都是由道演化出来 我讲个比喻 大家就更容易了解 道就好像大海 所有的人事物就像从海演化出来的波浪 波浪有大 有小 有高 有低 那些所谓的大成就者 就好像个掀起很大的浪 的人 他只是浪比较大而已 你心目中认为 再高再伟大的伟人 古今圣贤 全部都是到这个大海里面的一个波浪 那你再大的波浪 他能够赢过大海吗 能不能 不能的 你再伟大的波浪 你没办法让大海来向你乘乘 大家好去体会 道就是这么的奥妙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在《道德经》第一章 老子就已经讲出来了 希望大家不要随便的认为 这个我知道了 这个我知道了 这个没什么 这个没什么 都只是头脑的知见 你只是懂一些名词名相 你没有真正深入 如果你真正深入去体会 你会来到臣服 你会来到真正的臣服 你真正臣服 那个自我 小我 才会心甘情愿的 逐渐的淡化淡化消融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个不是抽象 不是某种思想观 不是某种哲学观 它是真理实相存在 问题就在于我们了不了解 有没有认清出来而已 道常无名仆 它本身就是很真实的存在 你要从大自然里面深入去观察 你才会知道 天地父母这么的重要 但是不鞠躬不炫耀 被我们踩在脚底下 也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 就是在养育我们 支撑我们生命的存在 我们一直在践踏它 否定它 破坏它 它也还是一样 在养育我们 在爱护我们 这就是道 当你越深入去体会之后 你就会用感恩的心来吃食物 包括河水 你都会很感恩 当你越有感恩的心来吃 你的生命 你就会越来越有味道 你吃食物里面 也会越来越有味道 你的生命品质品味 也才会越来越高 这次需要我们用心灵去体会 所以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 我们吃食物吃什么 不要胡伦吞早 先有感恩的心 感恩天地父母的话育 进一步用心灵来品尝 这些食物它们牺牲它们的生命 来掌养我们 支撑我们 我们要有感恩的心 不要机械式的麻木式的吃 不要胡伦吞早的吃 真的用生命 用心灵来体会 你的生命就会 真的那个深度 广度 才会越来越深越广 当你在做什么 吃什么 你就会体会到 道的浩瀚伟大 从中你自然就会懂得 见显思奇 从此你看待万物 深度广度 都跟过去不一样 我们这些殃苗 它们逐渐长大 我们用抛秧的方式 来进行更省力 更科学化的查阳 这是用抛秧的方式 但是背后都是大自然在化育 都是大自然在长阳 所以大家要好好去体会 大自然 那是有机生命体 是伟大神圣的存在 它不是一般人所看到的 无情 一些矿物 一些无机体 不是这样 如果大自然没有生命 就没办法化育 长养无骨 如果土地没有生命 你我他就没有生命了 就是因为土地有生命 所以能够长养万物 就是因为土地有生命 所以我们才能够活着 所以大家要深入地去体会 这是我们生态村 我们那些家人 大家用自然农法去耕种 你看没多久 就会有很多的果实出来 大家陆陆续续的采收 都会感觉到很喜悦 很发喜 像这个德国女孩 一样到我们生态村里面 来体验 来体验自然农法的珍贵 来体验一村一天堂的珍贵 来体验人跟大自然 和谐共存的这种珍贵 所以她天天都过得很快乐 而且她都很乐于到田里面 去做各种工作 不是怕太阳晒 然后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然后把自己怎么样化妆的 漂亮亮亮的 她说不是 她来这里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村姑 都夏天去跟大家一起做 不怕脏 她体验很深 所以我们真的要来到跟大自然连接 因为我们生命来自于大自然 我们要跟大自然要连接起来 你才会找到生命的根源 你的生命才会扎根 这十个字请大家一起掌声一遍 起 这是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我在山西那边看到的一句话 我想说奇怪 他们怎么都嚷嚷上口 能够背出这句话 原来山西那边 他们的百姓家庭里面 他们都会供奉一个土地神 这个土地神旁边这句对人就这样 土能生万物 地可发千香 我觉得太好了 我们的老祖宗是这么样的重视土地 知道土能生万物 地可发千香 那个不是迷信 是真的去感恩去爱护 你真的体会到 你就感恩就爱护 你看这是我们自己种的生姜 一年前才用一段母姜 种下去 结果一年后 多了好几十倍出来 本来只是一小段 结果一年后它变成两公斤多 两公斤多 你看 为什么说土能生万物 如果土地没有生病 怎么会让一个小种的姜 一年后就变成这么大 这是一颗长的 一颗母姜长出来 所以大家要好好去体会 道在化育万物 这些都是真实事实的存在 当我们真正去体会到 我们才会来到懂得珍惜 才会来到懂得感恩 不要只是看到超商超市 我们有钱就可以买到东西 然后却不知道说 我们又是用什么方式在压榨地球母亲 真的我们要去看到 我们这些食物怎么来 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在取得食物 我们是用顺天之道的方式 还是用杀鸡取卵的方式 真的 这个是需要我们大家去关心的 不要有说我有钱可以买 然后我就反正挥霍 奢侈享受 其他管它怎么来 而不知道很多的方式 是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在取得 像这样的话 没有未来性 这样是不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 深入去体会 这句话大家朗诵一遍 起 好去体会 地球 前面我们有讲过 天下是个神器 中国又有另外一个名称 以前称为什么 神舟大地 有没有 神舟大地 真的地球它是个伟大的生命体 希望我们重新来认识它 爱护它 到藏无名谱 这是真实的 在我们每天的力量对境里面 都可以看到 只是你有没有用心去体悟 只是你有没有用心去体悟体会而已 包括看太阳一样 希望大家学习的道德经之后 你用不同的角度心灵来感受太阳对我们生命的重要 给我们都是无限的能量跟爱 当我们能够深入去体会之后 我们就会懂得爱护 懂得爱护 这一段 包括后面的解释 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内容 请大家用心灵来朗诵 起 欧望若能守之 万物将自禀 国家高层领导人 若能守足道的特征特性 借以身作者心道 爱幸会起而效法 侍奉日渐改善 或许的社会自然逐渐恢复秩序 使风相得 万物被尊重与爱护 自然自动各归其位 天地相得 已将甘露 明末之令而自君 所以天地相得 风调与顺 风调与顺 适当时机 自然会 不将甘露 滋养万物 世人不需命令 也不需刻意祈求 只要民心相得 天地自然呈现 风调与顺 风调与顺 自然无辜兽 共守国贷义满 这一段很重要 希望大家好好地深入去体会 极端性的气候是怎么来的 前面几堂课我们也陆续有介绍一些了 那怎么样来到风调与顺 真的 这个是需要我们好好地去体会道是什么 体会天地是什么 体会大自然的浩瀚 体会大自然的奥妙 体会大自然对我们所有生灵的重要 当我们体会到之后 我们自然就会去爱护 而如果政府领导人 各阶层的领导人 大家能够重视生态 重视环保 重视地球的重要 那这样的话 大家就会 因为领导人 他们这样在倡导 就会上行下效 那种春风话语 移风艺术的力量非常强 领导人能够认识到位 所做的百姓都会效法 当人民百姓能够 大家都懂得爱护生态 爱护地球 没有人会去破坏了 那大家呢 跟万物会和谐共处 所以整个万物 都会因为人类的爱护重视 而万物它就会呈现出很和谐 很和谐的情况之下 自然的风调雨顺 国泰平安 那些极端型的气候 就是因为来自于人类 错误的认知 然后用各种工业 科技去榨取地球 一直的不顾各种严重的后果 用杀鸡取软的方式 来取得人类所需 结果呢 让整个地球的资源 生态遭受严重的破坏 地球本身有非常好的 自动调节功能 记得 就像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都有非常好的 什么功能 自动调节 我们都有自动调节的功能 我们身体都有 自动免疫的功能 每个人都有 大自然也有大自然的自动调节的功能 当人类用各种所谓的科技 工业 还有用杀鸡取软的方式 去破坏地球生态之后 地球的自动调节功能 被人类破坏了 才会形成各种的极端型的气候 就好像你没有重视水土的保护 你一直烂啃烂箭 到后边 有一天下大雨之后 就会形成什么 泥石流 那个不是天地父母在报复 而是人类破坏了它 大自然它只好做一些调整 我们要能够来到 真的风调雨顺 五谷丰收 全世界都是一样 我们要这样 真的很需要 我们能够重新来认识 大自然对我们生命的重要 对我们生命的珍贵 能够这样的话 政府领导也在倡导 保护生态 保护环保 保护地球的重要 世界各国 大家都这样的推广开来 来重视生态环保 这样的话 你看 天地相合 民心想和和谐 人是天地之子 当我们不懂的时候 我们就像一个挥霍的败家子 当人类体会天地父母的重要 我们懂得顺天之道而为 我们所作所为 都在 一方面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地球也取得人类生活的必须 人类有足够的食衣住行可以用 民生必需品都没问题 那人类呢 能够过得安康 安居乐业 我们能够跟万物和谐共存 这样这个地球才能够真正永续 苍容 这是大家所希望的 而这方面呢 很需要我们全人类 因为大家觉醒 意识要提升上来 我们要体会到 地球是我们大家的母亲 地球是天地父母 每天都在养育我们 都在呵护我们 我们认清出来之后 我们就会懂得保护它 爱护它 当民心相和自然的 天地相和 以降甘露 明末之令而自君 自然 风调雨顺 五谷丰收 当能够风调雨顺 五谷丰收 大家安居乐业 自然就会怎么样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就是这样 怎么去做到 道德经都有帮我们指引出方向 我们好好的深入学习 我们一起来 散发出我们的善心善恋善愿 也实际去保护爱护 到哪里 我们都能够带给社会祥和 带给世界和平 大家一起来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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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